我不知道原来台北市议员 已经成为国土署的上级机关 那两位议员 我不知道他们是看不懂法律还是怎样 台北市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是规定 台北市政府的都委会 可以在这个地方决定自己的相关规定 都市计划法24条是母法 母法任何人都可以自提西部计划 请他回去念一下法条 先问一下三家委员 就是因为前几天有在脸书嘛 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 按照这个内政部国土署 这是全国同一制的标准 那么可是北市议员何孟华就说 其实金华城违法关键证 是没有依循台北市自治法规 他还说这个容积率28件事 已经被两次的积压庭的法官 都认为是有违法的 然后那个游淑惠议员他也表示说 其实这个金华城用的是 都市计划法第24条自提计划 他认为您颁出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 第25条等于自证有罪 那请问现在委员怎么回应 第一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来台北市议员 已经成为国土署的上级机关 国土署署长讲得非常的清楚 内政部定调容积率 是由地方政府的西部计划定定 第二个一般性容积奖励 上线不可包括20% 这是全国一致的规定 是全国都委会的共同共识 那两位议员我不知道 他们是看不懂法律还是怎样 所以今天我再强调一次 今天我们所有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台北市的相关法规 如果他们看不懂的话 可能还是回去做一下功课 第二个部分 针对所谓的台北市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 是我们台北市的法规 地方政府可以在西部计划里面 决定这个基地的容积率 我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的都市计划24条 我再强调一次来 前面的案子给你看一下 可能他也搞不清楚都市计划法 跟台北市的实行细则 这个就是 按照都市计划法24条 自立西部计划变更的这个案例 南港段三小段41地号 一样给容积奖励 台北市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是规定 台北市政府的都委会 可以在这个地方决定自己的相关规定 都市计划法24条是母法 母法任何人都可以自提西部计划 请他回去念一下法条 谢谢